中国现在要爆发了地方债的风暴了吗 开出第一项的是贵州 贵州宣布现在债台高竹自己救不了了 所以向中央来进行求救了 到底除了贵州之外 还有哪些地方债台高竹已经敲响了警钟 对于第二季的经济影响 听好我们请您上台来 我们先看因为上个礼拜周末的消息 到底贵州目前财务有多严重 贵州其实从去年底 他就一路延烧到现在 那只是从去年以前市场上 由于我们看到很多房地产商 当时踩到三条红线 所以陆续违约之后 他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就开始变得非常大 原因为何 过去地方政府在提取专项债 或者是这个地方债的同时 当时从2015年以来 大概地方债 地方政府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收取更多的税收 简单来讲就是 你开发了这些地产 那你就要付一些税付 那这个时候我就用这些税付 来发行更多的债务 靠房地产 对 然后同时支付来利息 但由于二一年到二二年 中国大陆的去杠杆措施 针对房市做了一系列監管 当然中国做这件事情 他是有凭有趣的 你要趁这个时间点 赶快把泡沫给消除一点 要不然到时候救不回来 所以也由于这件事情 导致了地方债 他后续由于房地产商倒了 他的资金收不回来 那地方政府本身 他的财政支出 他就不足以入不敷出 最后就导致地方债 自己也付不出自己的利息 那尤其这个时间线 在过去几年 一五年由于中国政府 不断加杠杆的效果 导致现在二三年到二四年 地方政府债务的到期时间线 刚好就是一个高峰值 所以目前对于贵州来讲 压力就非常大 这是金额 这是时间 没错 所以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到说 为什么中国现在整体地方债 整体压力会来得这么大 因为从一五年以后 中国的经济增长力度 他基本上就是由债务来驱动的 我们举个例子 张图表示中国政府 中国这个地方政府 私营非金融部门的总信贷 简单来讲 就是现在在中国的这些企业 加上地方政府当中 他的债务占GDP的比值有多高 那我们可以发现 红色线是中国市场 蓝色线是发达市场经济体 发达市场经济体 大概在一百五十个percent左右 就简单来讲 一点五年不吃不喝 我还得了这些债务 但是你看到中国市场 他大概在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四年左右 他就跟发达市场形成死亡交叉 现在是远远高于发达市场的 说明什么事情呢 其实在二零一三一四年 中国产能过剩以前 经济增长力度 他是足以去支撑GDP 七趴八趴左右的增长区间 但是在一三年一四年以后 当时大家也看到了 产能严重过剩 产能过剩该怎么办 叫消库存 那你消库存 你可能推行一带一路 把产能往外销 但全球的需求真的是不正 那不正该怎么办 草房 用草房来驱动GDP的增长 你草房就可以带动整体建筑业 有相当GDP的贡献 所以这段时间就是由房市 来供应全球的GDP 来供应中国大陆的GDP 持续增长 那你要如何让整体GDP 持续拉升到现在呢 就要不断地鼓励大家 对于房市的追求 或者资产的炒作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二年以后 这一项政策反转了 市场 我们讲到中共政府 开始针对房市 做一系列的监管 这就导致地方政府的 债务的税收跟不上 所以才会引发 这一波的破产潮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那基本上 如果是由于 这种货币政策的转向 或者当时对于房市的监管 导致了现在的问题 那现在唯一 我们要观察的就是 那中国政府会不会松绑 对于房市的管制呢 对 这个就最重要的 它松绑就代表着 这个泡沫就继续吹 刚才我们提到 因为贵州政府 这一次你会发现 好像对于股票市场 或者资本市场的行情 没这么大 原因是因为 它把债务往后延了20年 那把债务往后延了20年 对于银行端来看 就不是呆账了嘛 它只是一个 比较长远的债务 那对于这个人行来讲的话 那本来的系统性风险 瞬间就丢到 下一届的人行行长去了嘛 对于股民投资者来讲 那现在不崩盘很好啊 反正本来泡沫就吹很大 不要在我手上抱就好啊 唯一受到侵害的 就是属于债权人啊 所以未来中国 会不会有全面性的 债权评级的下调 这个反而是未来中长期市场 我们要观察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最近特别去调了一下 我想搞清楚 到底中国最近的债务评级 有没有大幅下滑 但是我看的是中国官方的数据 目前大陆债务评级 几乎全部都在 这么高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看不到 这个正常来讲 一个国家的债务评级 应该是一个常态分布 就是Triple B 这中间应该是最多的 这说明我们现在 从中国官方的资料 也没办法具体知道 到底有多少债务 被有显著的评级条件 我是不相信 真的全部都是Triple A Triple A最多 所以现在的这个困难点 就在于市场的资讯 它并不是公开透明的 所以我们只能说 基本上未来中国市场 它能不能顺利的 走过这一波的地方债危机 它就取决于 那中共政府 什么时候 它要大幅的放宽 当时对于房市的监管 好 这问题来自于房市 目前中国的房市 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中国的房市 现在是处于比较尴尬的情况 就是中共的中心策略 还是防住不炒 但是对于 现在的经济体制来看 大家都看得出来 人行也在撒钱 那政府也在进行财政补贴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有趣的迹象 就是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它对于2023年的 经济成长的定调 是仅仅只有5个percent 但是其他所有海外投行 你看野村是5.3 美银是5.5 高盛是5.5 那法国新银银行是5.8 我问为什么 到底是他太谦虚了 还是这些人太为乐观了 因为你根本看不到 实际的状况 没错 我认为就是这些人 太过乐观的 那乐观的语言有几点 就是说第一 他没有想到 中国人行 有没有可能会有 货币政策退场的疑虑 因为中国内部 其实输入性通膨 还是很强烈的 你要想想看 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 人民币报贬 那加上他又持续的 进行货币宽松 所以这种海外的输入性通膨 对于内部的压力很高 所以有没有可能 今年如果下半年 真的全球再复苏 他就顺势退场了 一旦退场 那其实货币宽松 所造成的GDP的效果 就没这么强烈了 那第二点 就是刚才提到的 就地方债的问题 可能这个背后的问题 比我们想象中 还要来得严重 所以基本上 我们要观察几个要点 第一个你看到 中国内需消费 是非常疲惫的 我们以观察 中国内部的CPI 和PPI年征率 来做表现 你会发现 CPI到目前为止 大概还有两%左右的一个区间 但是在PPI 已经完全进入到负增长区间了 这就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目前中国的生产者 他几乎完全不愿意生产 为什么 你PPI生产者物价 只说都是负值 大家根本就不愿意 去进口这些半成品 这个是内需的一个角色和看法 你看到最近中国大陆 出现一个很有趣的迹象 就是大家提前排队 提前还房贷 大家也提前的 把大量资金提取出来 去存美元保单 去存海外型的货币型基金 这是什么原因 都是因为内部通缩的现象 到目前为止没有大幅改变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我们以蓝色线 中国的蓬勃信贷脉冲指数 他简单来讲就是信贷 相对于GDP的比值 如果这项比值向上的话 就代表着金融资产的蓬勃发展 因为这个市场上借钱的人 比GDP增长速度还来得快 那过去来看 你会发现他 他在二一年 其实就已经开始主体了 但现在的迹象 有一点像是18年到19年 这一波的阵痛期 就是想要拉 但是有点拉不太动 但是你也不能这段时间 完全的退场 或者说完全的加大马力 要不然会形成高幅度的通膨 所以中国市场 他现在就进入一个 看起来是往复苏的方向走 但是实质 他是由激起效果 推动的经济增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今年的经济 看起来数据5%大好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他的复苏多强 所以去年基期太低了 跟大家知道 去年的此时此刻 上海正在封城 所以去年的基期这么低 今年你只要表现 你不封城 基期一下就跳起来了 所以大家真正的观察点 其实并不是今年 能不能达到5%的目标值 因为太简单了 去年基期太低 大家关心的是 你24年到时候的复苏情况 能不能持续的推动增长力度 好 2024年复苏的状况 能不能推动成长的力度 关键在哪里 关键就在于刚才提到的 房市它愿不愿意松绑 因为15年以后 大家很清楚 中国的获利的来源 它已经并不是来自于外汇了 我们过去跟投资片有分享过 中国过去的几大的 这个产业的收入来源 第一个就出口 但出口它就完全跟总经环境有关 它不可控 那第二点是关于科技巨头 就我们讲的BAT 白度 阿里巴巴 腾讯 那21年 它已经被修整一顿了 所以该收斂都收斂了 第三个就房地产 那科技巨头和房地产 它都做了监管 所以现在你想要让经济好 好像只能靠外汇 但实质而言 你只要把房地产一开放 大家的炒作情绪归来 这个时候泡沫 就可以重新的随大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房价跌势 它已经趋缓了 不管我们是从大陆 其实做中大型的二手屋 还是我们观察到 消费者的信心涨跌幅 目前都在低位震荡当中 就是货币宽松 都在撒钱 刚才我们看到的 整体信贷规模也在提升 因为真的有这个撒钱出来 但是大家的买房的踊跃度 并没有因此而好转 所以钱很多 但是大家不愿意买 所以这个迹象 什么时候反转 我们就可以确定 中国今年的经济 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那我反倒会认为 今年很有可能 它会一路的宽松 宽松到房价 有正式回到正值区间的时候 它才会停止货币宽松 OK 所以如果它持续的宽松 然后看到不管是二手屋 或新建案这个数据的市值 开始慢慢往上了 接下来的经济成长 就不用担心 没错 不过我们继续往下看 最后一张 下个结论 就是说我们必须还是要定调为 中国现在在全球的制造国当中 它还是具有高度领先的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说 一定要有大量的资金 停泊在中国市场 或者完全的做多中国股市 因为刚才我们聊到的 中国的经济状况 跟中国的资本市场上 往往会有一点脱钩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以中国的经常账来做观察 你会发现从1997年以来 就不断的上行 经常账是什么 出口减进口 它赚的外汇多不多 你看到一直到今年三月份 都还在创高 这说明什么事情 中国制造业是真的是 全球非常重要的制造大国 所以它真的能够赚取庞大的获利 可是如果你观察金融账的部分 金融账怎么解读 就是资金 海外资金 有没有停泊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你会发现 从17年18年以后 就是一个长期下弯的趋势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中国 他想要扩厂 他要做制造大国 他要有更多的厂区 你会不会支持他 你会 会支持他建立更多的厂区 对外资来讲 但是你愿不愿意 把大量的资金 停泊在中国市场 来做多中国股市呢 大家不愿意 各位懂我意思吗 你的能力很好 你为了我来工作没问题 但你要我投资 你我不愿意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中长期趋势的确认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经济表现量力 就不一定会反映到 股价层面 这个是我的观察 了解了 谢谢庭浩 请先回座了 我懂了 所以到底我们一开始的 贵州地方债台高竹 会不会引发 连锁性的一个地雷风暴 庭浩看法 没有这么的悲观 但是中国的经济 现在要自己解决的问题 地方再出问题 是来自于房地产 出了问题了 所以中国在今年 经济复苏的关键 房地产很重要 房地产现在怎么救呢 就看中国的态度了 是不是接下来 有机会让货币的政策 更为的宽松 如果有机会 看二手屋 看新建案指数开始上来 先把房地产给救上来 救上来之后 经济的经济 就有如大家所预估的 应该会不错 但是即便如此 庭浩说 也不建议大家 把太多的资产比重 放在中国大陆 为什么呢 经常这样自制 出国后减掉了进口 的确投资 他们的制造业表现不错 也赚掉了钱 但是把钱放在中国 大家还是 有一点点的心惊胆战 好 这是庭浩 给大家做的结论 值得参考一下 今天亚洲好戏 我们要交给玉堂 玉堂告诉大家说 即便从去年开始 股市载市全球的经济活动 好多的商品价格震荡 都好大 但是精品产业大复苏 我们观看很多的精品 股价都已经涨了 很大一波了 台湾哪一些的商机 可以搭上这部的列车 提订一下 今天亚洲好戏交给玉堂 今天亚洲好戏交给玉堂 中文字幕——YK